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马上将迎来第25轮中超联赛当中 率先开战的一场 山东路中泰山主场迎战天津全战 但是本场比赛主裁判也是大家熟悉的 目前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当中 相对比较年轻的主裁判庶名 而相比之下天津全战这个手法 我们会发现 他倒不是说不想用脑子 实在没人了 实在是没脑子可用 因为赛季开始之初 大力培养的建筋星球员呢 已经成长起来了 打了水漂 任意球开起来 好的 前点 漂亮 开赛仅两分钟不到 山东路中泰山第一波的进攻 在主路开出任意球 前点 漂亮的一个后排插上的冲顶破门 本身这个任意球呢 实际上刘永明就不应该犯规 被吴兴涵死死的压在身后 来看一下 也没有什么掩护交叉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身体干扰 就是两人撑在一起 调起来大阵区 这球还没出界啊 最后传终 是被挡出的底线 当时他和塔尔德利 竹着手发的时候呢 两人老是在位置上有冲 好的 看这球漂亮 这完全是由塔尔德利自己来主导 发起了一轮进攻 如果有曼青头我们可以回看一下 刚才塔尔德利像中锋一样 在前场中路对方阵区外 背身以人拿住球 然后转身 依靠自己的大局观 这时候呢多过去在跑位 我们看这下 斜传过来 精进到一拿球 先是张驰 后边是吴兴涵 往门前插 硬生生的纵向呢 扯出一个缝隙来 对 这个时候第二波进攻过来的人 塔尔德利到了 而且呢 精进到这一脚啊 第一瓶球传的恰到好处 天场有反击的机会 看帕托一个人面对吉尔 横走 打了 漂亮 太轻松了 抓了带了一个挺多失误 连续第二个角球 好的 漂亮 杨旭 头球 头球顶到 而且角度非常刁钻 这样上场比赛进行到25分半钟 天津全球队利用角球机会 杨旭扳回一分 而且呢 跳起来之后啊 很高 三步助跑 正好是在最高的点上 同时呢 在街头线上也很适合他的发力 丁康的是薅俊敏 而且薅俊敏这次呢又几乎和 吉尔处在一个重叠防守的位置 是 再看一下 薅俊敏一开始没贴到身 所以 都是山东绿能把球断下来 好的 再给他进去附近 变相突破 五星函 太细了 还想在对方一个飞铲 一个地面 扛人的缝隙当中钻进来 表现来看 怕都应该状态还是不错的 嗯 让一头开起来去后点 好的 点开得非常好 突然一个后仗 后仗的强断 来 这样的双方上场的比赛结束了 2比1 山东绿能泰山队是 早早的就取得了进球领先 只可惜了 那角射门还是打在门主了 是 阿德利上边是进的球呢 我们收的不够深 嗯 这次呢又收的过深 外围忽然一手远射 又打了 应该是 扑了一下 把这球扑了一下 扑了 往中间走 好的 看这条 哎 当局 跑得非常 非常聪明啊 好的 传着近期中央 哨音先响 跃位了 安宜准确地找到了巴托 向裁判示意球打在对方手上 这时候突然主代办复明 明哨啊示意两边的球员 自己要亲自去观察这个视频回放 我怕托 假动作变化非常多 嗯 然后最后突然一脚传中 从慢镜头回看 打在正正的手上 应该是打到正正的右手上 哦 帕托 角度非常刁 还是把球打进了 2比2平 好 好 韩文哲是判断准了 嗯 但是帕托呢 打得很聪明 第一个 他主罚脚球的时候呢 是采取慢速的方式 慢跑 所以我们看 会慢慢的 韩文哲这下是回不来 下地的速度 和扑出去的这个幅度啊 都是受到影响 走 往进去里闯 主台哨音响起 也是点球 光从这下好就好 在从进区外往进区里边突的时候呢 已经是齐前起诉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往进区里边任何的一个变相 王晓龙都是来不及做动作的 要冒很大的风险 手边的左边 这次是右边 因为上一场比赛 他罚了个左边 塔尔德利变了 人塔尔德利心说 我的这个取角的动作 哪那么容易就被你猜出来了 不是塔尔德利说我是一左一右 然后再一左再一右 而且是左右脚各进一球 3比2 文泰山队再次取得领先 还是正正来出发 再传出来 转不上去 防也没回来 三打三的反击自己打了 再压几步 还是穿的早了一点 但是卡尔德利 塔尔德利调射 这球 张修为 最后时刻 一个金正道一个张修为 这是真能跑 真能跑 已经响了 3比2 山东龙泰山队在主场 顶住了天津拳战队顽强的反攻 今天天津拳战队是真不容易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